这从早到晚就从来没停住啊 是啊 哎 我听说啊 这帮日本人 抓了一百多号共产党的嫌疑犯 是挨个谁挨个问 反正 要么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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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没有别的活路 别那么笑着吧 太好了 怎么样 有什么线索吗 这些资料我都看过了 我要找的这个人 应该不是帮助了兄弟 至于抢劫犯 强奸犯和杀人犯 我相信我们的同志 一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现在 只剩下小偷小摸 跟大家斗殴的 应该在那边人里面 按你说的 你们的同事 也不可能干这种 小偷小摸这种事啊 这点北爷说得对 但是北爷 万事不乏有特殊情况 比如像我 我就是因为盗窃 所以要进来的 难道不是吧 你说得有道理 不过像这样的犯人 这里过了二十多个 你怎么找 这些资料我都看过了 在这二十多个人里面 我觉得四十岁以下的 应该可以排除了 这样一来只剩八个 您放心吧 我会有办法的 来 朝思白丽 彩云建 你啥一份 你 你 你 他们有病吗你啊 都这份呢 还 他们咬咬文件的 滚 滚蛋 别生气啊 开车才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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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思白丽 彩云建 考我 李太白这首《早发白地城》 是唐肃宗前缘二年 青莲居士流放夜郎 途经白地城 成州返回江陵时 所做的事 他描述了江陵至白地 这段长江水急流速 周行若飞的情况 朝此白地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多么有气魄 多么有才情啊 是啊 老先生有恩在 小伙子 在这儿懂诗的人不多 有空咱俩切磋 有空向您请教 列宗楼 远远 标准 草 尼寻 名 南甥 文 南甥 idd 南甥 南甥 你没事 没事 怎么样兄弟 找出了吗 没有 八个都有 不是八个 是七个 还有一个没有来 还没来 谁啊 一字一号箭的赵海昌 一号箭的 兔子哥 你能不能帮我安排一下 我想跟赵海昌见一面 你这是 他可能是我来找的 没问题 兔子哥 有事 嗯 兄弟 这兄弟 想见一号箭的赵海昌 自己 没问题 跟我来吧 我喝 谢谢 行得方便 兄弟 那 就是你要找的人 这四个 我想带你跟他聊聊 放心 我懂 来 兄弟警告 行 到他去吧 快撑下 快点 脸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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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此白地才遇见 我要看医生 再不看医生 我就要死了 我求你 有救我 我求你 有救我 你 啊 这八个人多如实 还会有谁 你是不是考虑一下 四十岁以下的人 去找一找 北枝说得有道理 但是北爷 我觉得有这样才识 这样社会地位 这样身份的人 应该不会是个年轻人 兄弟 万事都没有绝对的 也可能这个人 您却有为呢 比方你吧 就是个青年才俊嘛 北爷过假了 那好 就按您说的办 我试试 海上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那些杀人犯 强奸犯 抢劫犯 那现在就只有帮你的兄弟们了 我还是不相信我们的同志会做这样的事情 北野 你能不能帮我把郁仲的兄弟给召集起来 我觉得说不定他也入邦 没问题 我跟兔子交代一下就可以了 多谢北野 对了 北野 你也非再多罪一局 希望你别生气 这件事除了你我二人之外 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 你放心 我懂 跟大家说个事 这位兄弟 是咱们世伯的朋友 也是突破我的兄弟 今天呢 跟大家讲个面 认识认识 以后啊 好多照应 今天跟大家见面吧 没什么别的事 就是说说话 等聊天 小元叔 你有什么想聊的 你就跟大伙说 没什么大事 北野都喜欢知书打击的人 大家都知道 兄弟我呢 读过几年书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切磋一下 我说上劲 看看谁能对手下劲呢 怎么 兄弟 您这是要考我们的 谈不上 北野想让我过来摸摸大家伙 肚子里啊 到底有多少墨水 兄弟 既然我师父吩咐下完了 有什么事 只管说 行 那我出上劲了啊 朝似白地 采云间 什么来源 倒是挺好听的啊 特朗 咱们救你话多 救你没问话 这都不懂 这叫诗 托哥 我是大三不识一个 您要是懂 您倒是接一个试试啊 我接 我接 我接的时候 我还在这儿待着吗 我早跟日本翻译听了 我能接 我能接 兄弟 大小爱 读过几年的司书 小伯母 你接 朝似白地 采云间 千里江陵 一日还 两岸原声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咋有 兄弟 对我 好 挂你 挂你 谁呀 小子 是 今儿晚上 多给一窝头 走不行 竹子 咱们帮政委兄弟都在这儿啊 都 都在啊 我怎么得少一个呀 不少啊 应该都在啊 上次帮你捏金板的 那个老梁哪儿去了 你说他呀 老梁啊 不在帮 不是咱们自己兄弟 他是开封城里的 一个推他政府的郎主 那你上回不是说 那房间里边全是帮政兄弟吧 那个 我上回 这事儿不给忘了 我兄弟你放心啊 这事儿啊 我交代老梁了 他要是敢出去胡说八道呢 我立马就废了他 对了 这老梁是一个声缘进来的 先说 这个我知道 那老小子平时啊 没什么声音 这不穷疯了吗 他又偷别人东西 还把人家给打伤了 这不就给抓起来呢 对吧 对吧 你兄弟说一声 就到这儿了 我咱们散 你好 大伙儿敲声呢 散 对吧 你先歇着 下雨 哎呀 下雨 哎 哪儿不舒服 是不是 我帮你捏捏 哎 老梁啊 没什么不舒服的 还行 对了 问你句话 朝辞白地采云间 一片孤城万日山 黄河远上白云间 千里降临一日还 我说的可是长江 我写的是黄河 我终于找到你了 组织上一通通知我了 说你们会把我转移到根基地 可是没有想到 通知我的那个人 可能出了意外啊 清醒的是 他们没有把你当作地下刀抓起来 差一点 三个月 日本新兵队全正打手朴 许泽同志被捕入狱了 那天我住的地方 也出现了人民兵 我估计 我也成了他们的抓捕对象 当时我集中生旨 家中斗了邻居家的东西 并把他弄上了 我们那几个邻居 把我牛送到了警察局 那些警察糊了糊涂地 把我当作道歉犯 关进了一次号检方 躲过了一劫 幸好你集中生旨啊 没有被关进甲子号牢草 要是那样的话 我们就算有天大的本事 也不能把你救出去 好在开放城 没有几个人知道我的身份 我就躲进来了 俗话说啊 大爷有意识 我现在躲在这里 暂时应该没什么危险 话是这么说啊 但是毕竟夜长不夺 我得尽快把你救出去 这是日本监狱 今天容易 出去难呢 是啊 我虽然是刑事犯 在一段时间内 想叫他们把我放出去 那是不可能的 当时我让通过江北的弟子 一个翻译官把你给救出去 但后来我想了一下 还是太冒险了 我一个人进出 还方便一些 看上你的话 很容易被鬼子发现 所以怎么把你救出去 我还得好好想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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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老梁是你要找的人吗 说实话 还真希望是他 那你们今天 聊了那半天 您有所不知啊 老梁还真希望是他 老梁的正骨功推呢 那可是很厉害的 我正在跟他请教 这方面的学问呢 这老小子 在这方面是有一套路 是啊 一 给我出来 有了这里 一 ые 好 听说你这两天见了我师父几面 谈得怎么样 北爷的性格你也清楚 他很固执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吧 现在不是我不给你时间 是山本司令他不给我时间呢 山本他什么意思 山本下了最后通牒 让我告诉师父 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 这第一就是答应出任黄习军司令一职 而且我师父包括玉里的兄弟 都可以安全出狱 日本人还答应给枪 给梁 给军饷 让我师父自己出面招兵买马 迅速把黄习军建立 那如果说北爷不答应呢 上本司令说了 如果师父不答应 连同师父以及玉里的兄弟 都要立刻就地处决 日本人也太狠 是啊 叶老弟 就算我求你了 你赶快想想办法 救救师父帮你的兄弟们 咱们怎么也不能眼看着他们 就这么死呢呀 我知道了 告诉山本 想让我当黄习军司令 不可能 他不是想杀我吗 我等着他呢 我江北早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以我写剑宣言 宁当岳飞 也绝不当秦桧 我知道 北爷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是宁死不会当汪国奴的 兄弟 我没什么话可说 只求兄弟 帮我和我这帮弟兄们收尸 我们都是颜皇子孙 你就把我们葬在黄河边吧 北爷请慢 北爷 您有没有换一种角度 来考虑问题 怎么讲 是这样的 我已经找到 我郁中药找的人了 但是要把他顺便 入出监狱 还得需要您的帮忙 你 让我怎么帮你 您只要答应日本人的条件 出任黄协军司令一职 那他们马上就会放着您 还有您郁中的这帮兄弟 到那个时候 您就说我们俩也是帮中之人 那我们就可以顺顺利利 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了 不行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您稍安勿躁 今天我把话说完 北爷 我想问您个问题 您是不是不怕死 那还用说吗 是不是想杀日本鬼子 我做梦都想 好 日本人出枪 出梁 出军饷 我希望您可以帮我 拉出一个队 再通过地下阻止 暗中跟中原的八路军 取得联系 这样一来 您就可以顺顺利利地 加入八路军 一来 可以抗日杀鬼子 二来呢 也能救出你狱中的 这帮兄弟 当您的抗日大气 插在中原大地的时候 那您的名字 也就名垂千古 中列千秋了 这不是良全清美的好事 兄弟 你真是给老哥哥 点雷斩制入明灯啊 不敢 那个办法太好了 我决定 就这么干了 从今天起 我江北这条命 就是 共产党八路军的了 谢谢北爷 你得多用江北做韩奸 你只能用这种方法 才可以冒充帮中的人 混出监狱了 如果他真要答应了 这不又多了一个韩奸 多了一个祸害吗 老梁 现在当务之急 是把你转移出监狱 这是最重要的 至于别的事 尽管再说 你说什么 我师父真的 真的同意了 对 他亲口跟我说的 只要山本放人 他立马上人 太好了 阿弥陀佛 这下我师父 已经帮你兄弟都有救了 叶老天 我真是太感谢你了 你这次 不光救了师父和兄弟们 你 你也帮我救了 你知道吗 如果这次 我师父真的要有个 三长两短 我 我可真没有脸再活下去了 行了 跟山本说一声吧 让他赶紧放人 我这就去 对了 明天我就接你们出狱 好 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是共产党 在开封城的中央人物 如果你今天不开口的话 那就是死路一条 我要把你的肉 一刀一刀地刮去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说 说不说 我说 我说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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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啊 兄弟们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 弟兄们 都跟我走 他 他就是共产党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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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共产党 抓住他 你也不是雷浩 上班 是 来走 来走 走 给我走 走 走 就差一点了 他 他 我就是称了 他 他 来 一人 他 帮我 你 别闹了 他 你 你 你 問題是 我們怎麼樣 與組織取得聯繫 老梁在被抓的時候 告訴了我一個地址 您二位要點什麼 你好 我要請問一下 您這兒有沒有一個 姓上官的人 您找他有什麼事 是這樣的 一個姓梁的正骨郎中 讓我把這個戒指交給 請跟我來 請 老梁他怎麼樣了 老梁在獄中被叛徒出賣了 他身份已經暴露了 在最關鍵的時候 他把這個戒指給我 讓我務必要把戒指給你 請問你是誰 我們是重慶紅顏村十三號派來的 我姓聶 你是聶玲同志 對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早知道你們要來 可負責和你們接頭的同志 被叛徒出賣 在搜捕中被鬼子打死了 我們苦於不知道怎麼和你們聯繫 沒想到 你們自己找上門來了 真是太好了 咱們長話短說吧 現在呢情況比較緊急 鬼子肯定會對老梁嚴陷高達 你是老梁的上級 你肯定會有暴露的危險 咱們得盡快地轉移 等到了安全的地方之後 我們再慢慢地商量 轉移可以 但我相信 老梁同志是絕不會出賣我們的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現在情況比較複雜 咱們不得不防啊 那老梁也知道你 你現在也不安全 你現在也不安全 幸虧我當時多了個心眼 沒把所有的事情先告訴他 他就知道我叫葉飛 是來救他的 至於別的他一概不知 好 我們馬上轉移 說不說 江北龍志仁 歡迎你加入我們抗日的隊伍 我江北草莽之人 承蒙你們不棄 能夠讓我在有生之年抗日殺敵 我感激不盡啊 我黨原則一向是歡迎 一切抗日的力量 北爺一搏原天肝膽相照 好 今後在抗日的戰場上 我們又多了一支生命軍呢 山門今天晚上要給我擺頁 要跟我研究 組織黃蟹軍的事 你看我應該怎麼跟他談 你就跟他談 人員由你來挑選 利用他們的槍支和良想 盡量把隊伍的規模做大 挑選的士兵要成分簡單 我也會聯繫八路軍 讓他們派遣人加入了你的隊伍 這對未來的局勢會有很大的幫助 太好了 有你們的幫助我就踏實多了 葉老弟啊 你們那位同志現在怎麼樣了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 老梁還扛著呢 但是我擔心時間一長 他會被鬼子給折磨死 那 那趕快想辦法把他給救出來啊 我正想著呢 我也不知道用什麼辦法 才能把他救出來 對了 北爺 我那些人長期都在客棧裡面 我覺得肯定不安全 我想把他們轉移到你這兒 不知道您這兒方便嗎 方便 我的宅子大得很 這樣 我把後院騰出來 你們就住那兒 好 隊伍在擔心 我希望他們幫助 但是 沒有辦法 有法嗎 又 是 如果我相信 如果他能信給我 他們有一個方法 有可能 那些方法 來 中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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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是关东军 请报部 驻华北地区情报部分布的 山天一雄 获悉山本司令 捕获狱中地区共当头目 我奉土居明夫少驾命令 来到贵处提取此人 押运到情报部 由我们情报机关负责审讯 这是命令 我们也是刚刚才捕获了此人 你们的消息可是真够快的 山本司令 别忘了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专门负责情报的 没有我们掌握不了的 而且我可以向您透露一下 它掌握着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而且这些情报 对消灭共党地下组织 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 请山本司令 执行命令 执行命令 把人交给我们 呼急嘛 山天君 你一路周车劳顿 是 到了开封 我怎么也得尽一下替主之仪嘛 这样 你就先安顿下来 今天晚上 我会设便宴 款待一下山天君 明天再走也不迟啊 是 多谢款待 各位 好吗 是 没事 不然能不能出球 我会准备 我会认识 山本 对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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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对 关东队 是 完全 独立 他们 要遵伤 所以这短时间就无理了 今夜 小心点 是 明白了 能在开封这个地方 吃上这么丰盛的家乡菜 山本君 您费心了 山田君 您是哪里人士呢 我家住在东京新宿 山田君 您就读于哪一所大学呀 早稻田大学 早稻田 我记得土居明夫将军 也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 将军 你可能记错了 土居将军是东京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哦 是啊 是啊 土居明夫将军 可是咱们日本军人的楷模呀 对了 他是什么时候接掌关东军情报部的呢 将军是四三年三月接任本部长的 嗯 在此之前 将军曾在苏联任务官 后来就任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 在接手情报部之前 任职驻 驻满洲国第三军参谋部长 三天军对土居明夫将军很是了解嘛 土居将军 是 他是我的本部长 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作为部下 我们当然要熟知长官的生平 这是我们每个属下应该做的 有你这样的属下 怪不得我们大日本帝国 能够无往而不胜 来 让我们祝我们的圣战辉煌胜利 山本有严重 很多人都来了 山本有严重了 山本有严重了 我之前在河南省 我之前在河南省 在河南省上 在哈尔滨里面 有什么事 我都知道他 他都知道了 你还可以吗 是 我已经传续了 明天晚上 带来到 好 你带来到达山本 你带来到达山本 我带来到达山本 你带来到达山本 你带来到达山本 带来到达山本 你带来到达山本 这两天筹备得怎么样了 那还用说 咱师傅是谁啊 那是一呼百应 加上咱自己的兄弟 还有这几天招募的 百十来号人了 装备一到 队伍马上拉起来 太好了 你还真没说啊 就这么短短几天时间 就筹备了上百号人 咱师傅的影响力是大 是 对了 通哥 我能见见师傅吗 师傅这两天啊 不想见你 改天吗 你就这样 你就脏了 我这帽子 你看看 行行行 你都钻什么去了 那好吧 这样的 你们先忙着 我现在再去山本司令那儿 再给你们要些装备过来 这 这行 我跟你说啊 这家伙那是多多益善 有多少要多少 得了 有多少武器 咱这队伍 就能拉得多大队伍了呀 行吧 那你们先忙着 我现在先走了 好嘞 我们小日本子 我秃秃死你一会儿 还挺沉的吧 得了 剑不刺的 这狗东西走了 师傅在正午等你呢 赶紧去吧 来 干什么 叶飞 怎么样 一切顺利 中共就快到监狱 替人转运了 太好了 我这次回来呢 就想带你们赶紧出城 一旦山田英雄出城 我们就尽快跟他会合 离开此地 正好鬼子送给我们 黄学军的服装和武器都到了 我让弟兄们换装 护送你们出城 好 太军 这位是山本司令长官 新进任命的黄学军的江司令 我们江司令是奉命出城征兵的 请您多关照 我们已经接到司令部的命令 江司令的黄学军可以随时进入开封 但是后面 这是什么人 这些人啊 他们就是开封城里的那个打耍班子 我们江司令说了 从今往后 咱们开封城里的治安 有我们黄学军的接管 所以这些打把势卖艺的这些江湖中文 全部要清除出这个开封城 从此以后开封城的治难 就我们管了 也是为了咱们的治人的难权来着想 嗨 您多关照 放心 走 走 走 太军 这位是山本司令长官 新进任命的黄学军的江司令 我们江司令是奉命出城征兵的 请您多关照 我们已经接到司令部的命令 江司令的黄学军可以随时进入开封 但是后面 这是什么呢 这些人啊 他们就是开封城里的那个打耍班子 我们江司令说了 从今往后 咱们开封城里的治安 有我们黄学军的接管 所以这些打把势卖艺的这些江湖中文 全部要清除出这个开封城 从此以后开封城的治难 就我们管了 也是为了咱们的治人的难权来着想 嗨 您多关照 放心 走 走 来 山田义雄不会出什么岔子 应该不会 山田义雄已经取得了山本的信任 他说小马和小杰 还有你安排的人会配合他工作的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我安排的人是从别的地方跳的 都是生两 没有人会认识他们 他们会尽全力配合山田义雄的 那就好 咱们都知道吧 这会儿 山田义雄应该已经到了监狱了 这是山本司令的手令 请你把犯人交给我 是 我们已经接到统治 现在 现在我就把犯人移交给你 请接收 带走 石林阁下 朱裕总司令部发下通缉令 请您接受 进 马上集合队伍 来 来了 所有队伍全部出击 命令黄河渡口封河 无论如何 要抓住他们 听见没有 知道了吗 是 小飞 这回重庆的路上要小心啊 严安 放心吧 组织商已经安排好了落脚点 隔离都会有人接应我们的 不会有什么问题 各位 我代表我们党感谢你们 是你们不惧艰险 和我们出生入死 才使得我们顺利地完成任务的 谢谢啊 聂林同志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你就别客气了 小姐 虎子哥 小飞就交给你们了 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放心吧 晓云 你也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 一定要好好活着 虎子哥说得对 咱们都得好好活着 等着抗战胜利之后 重逢了那一天 叶林兄 好好照顾我姐 你放心吧 我会的 你放心吧 我会的 姐 我走了 嗯 保重啊 你也保重 大家保重 你也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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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hun 想要 你 你 在 作曲 李宗盛 我都想死你了 我也想你啊 嗯 胆够了 小伙子正式脏身体的时候 一天不见都一够羊 大姐 这段时间 他们给你添麻烦吧 没头气吧 没有 小伙好乖哦 除了上学回来 就和他袁爷爷一起练摩索 有他们陪到我 日子一点都不寂寞 哎 小伙子 我走之前叫你那几手 现在练得怎么样了 有袁爷爷在家盯着我 我都练会了 我这就给你表演 哎 小伙子 你虎子歪歪跟你爹刚回来 就让他们好好休息 嗯 哎 赶紧归着归着 歇着吧 哎 这次也都帮你们准备好喽 我现在就给你们做凡几号 是啊 来 先喝口水 哎呦 小伙子 韩叔 我出来挺长时间的 对 我该回部队了 韩叔 哎 这个家和小果子 就交给您了 嗯 交我吧 哎 小飞 嗯 我跟侠子商量过了 我们也不能这么闲着待着 明天我们就出去看看 看看有什么能看的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但你说现在外面时局那么乱 每天日本人在风产重庆 我真不希望你跟侠姐有什么危险 再说了 咱们家钱还够用呢 你们呢 大家好好养着 照顾照顾家 照顾照顾小果子 照顾好袁叔 走 好 虎子 嗯 咱们就听小飞的吧 嗯 原来爱 插死 一夜变红 一飞归队 请干吧 一飞啊 培训工作这么快就结束了 嗯 完成了 队长 安排新任务吧 这段时间 前些没有什么大的战事 重庆天天轰炸 所以呢 我们没有什么具体的任务 就是原地休整 队长 要是没什么任务的话 我能不能请两天假呀 你小子请假干嘛去 我把您说 我想去看看李荣 你是应该去看看他了 没你小子这样 走的时候 也不跟人打声招呼 你知道吗 在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李荣来找过你好几回 我除了告诉他 商风派你去搞培训工作 具体到哪儿培训 给谁培训 我们都不知道 李荣啊都快急死了 好 那队长 那我去吧 快去吧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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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了 这么长时间 你去哪儿了 我找不着你 我都急死了 我不是在你面前吗 我回来了 回来看你的 叶飞 我好想你 我也好想你 严心真狠 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 我每天都想着来看你 但是任务在身 我实在走不开 严肥 你都瘦了 瘦得特别多 是吧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不许你再瘦 不许你再憔悴 不许你再不爱惜 自己的身体 我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心疼 你要知道 你叶飞 现在 是我的 你从梦里一走来 扑着了我的胸怀 泪声已流满 泪润已流满 了我的两岁 可是幸福刚到 梦却醒来 月光映在爱船外 星星陪我在等待 我又一次跑到湖边来 可是指尖花开人却不在 那春去春又来春那花已开 春去春又来明风花飞已在 我的星山 看这姑娘真好看 小飞 这是谁啊 远叔 夏姨姐 胡子哥 她就是李荣 她是我的爱人 也是我的未婚妻 我们都商量过了 等到抗日战争一胜利 我们就结婚 小飞 真好 你终于有个家了 小飞 我太为你高兴了 柔柔 我今天带你过来 是想让你跟他们见一面 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原书 夏姨姐 虎子哥 总听小飞提起你们 今天终于见面了 多好的姑娘啊 小飞 今儿晚上咱们得 好好喝喝 庆祝庆祝 行 那今天晚上啊 我们一醉放休 好 夏姨姐 嗯 小飞今天晚上真没少喝啊 是啊 自从我们在重庆团聚 我还没见过 她像今天晚上 这么开心过呢 夏姨 你很早以前 就认识叶飞了吗 嗯 我认识她那时候 她还十几岁的孩子 那么早啊 那她好多事情 你是都知道的吧 当然啊 哎 她都没给你讲讲吗 嗯 她只跟我说过你们 和她姐姐叶云 还有就是 她死去的妻子逍遥 其他的 也没说过什么 那太可惜了 你知道吗 知道吗 你爱的这个男人啊 是多么优秀 他的故事 说上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呢 夏姨 求求你了 你跟我说说吧 他所有的事情 我都想知道 嗯 嗯 嗯 那好吧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那是在上海滩 成功大舞台上 小飞 嗯 看到你现在这么开心 我真为你高兴 要是小云知道 你又有一个心爱的人 她一定也会为你高兴 你怎么看 胡子哥 自曾奥瑶死了之后 我觉得我的心也仿佛死了 我一直觉得 自己永远不会爱上 任何一个女人 因为夏姨在我心里 实在是太重了 那你现在把她放下了 永远不可能放下 虾儿在我心里 永远会有一块属于她的地方 那李荣知道这些吗 他知道 我跟他说了 他怎么说 他说 他说懂得珍惜的男人 就是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他要找的就是这样的男人 她真是个好女人 小飞 太幸福了 胡子哥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见李荣的时候 差点把他当成逍遥了 他们俩长得太像了 也是在那个时候 我对他产生了好感 还说呢 我也差点把李荣看成是逍遥 这么说 你俩是一见钟情哪 当然不是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她是个英姿萨少的女军人 我在想 你说 这么一个弱不惊恐的小女孩 可以把宣传队里面的各路神仙 指挥得服服帖帖的 真挺佩服她的 我真觉得这女孩挺棒的 她有一张娇小的脸庞 但是呢 有一颗坚定的心 因为在战火中失去亲人的女孩 她可以用她一颗炙热的心 为了抗日奋不顾身 出生入死 我真的很欣赏她 但只是欣赏 除此之外 没有动过任何的感情 直到有一次 她冒着生命危险 把我从战场上背下来 我在虚弱的意识里面 听着她一直哭着喊 叶飞 你不能死 你要坚持住 看着山间荆棘丛中 看着她洒下的一路鲜血 看着她为了我 脸上画出了一道道的伤痕 她心被融化了 当我从病床上爬起来 站在她的面前 她问我说 叶飞 你还会来吗 我看着她满回期望的眼神 我知道 这个女人 已经在我心里了 古兹哥 你知道吗 自从我冒着生命危险 完成这个间接的任务之后 我在梦中 总是会出现她的身影 我归心思剑 我恨不得 马上出现在她面前 当她哭着 偷入我的怀抱的时候 我的心都碎了 生离死别 再一次验证了一段感情 到那一瞬间我知道 我爱上她了 小飞 那就好好珍惜吧 只有我才知道 你的这份爱 要多来之不易 我祝福你和李荣 天长地久 相爱一生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李荣 这个是她一部分的经历 剩下的 就让小飞自己跟你说吧 夏姐 我知道叶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男人 但真的没想到 她做过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 她真的是太传奇了 看来我要重新好好认识认识这个人 是啊 当你多了解她一分 就会更爱她一分 叶飞是那种 让所有女孩 为她不顾一切 奋不顾深爱着她的一个奇男子 因为她自 hall 嫂姐 说一句你不爱听的 从你跟我描述叶飞经历的语言里面 我听了出来 你也深深爱着她 我是爱她 可是我不可能得到她 只有夏宇和逍遥这样优秀的女子 才配得上她 只要她幸福快乐 我就吃醋了 夏姐 你是一个善良的女 你温柔懂得情感 我李荣这辈子 能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姐姐 是我最大的父亲 我替叶飞谢谢你 也替我自己谢谢你 你跟叶飞 叶飞都是我的家人 叶飞她就像我的亲弟弟 你呢 以后就是我亲妹妹 姐姐希望你们一辈子 都要幸福快乐 她在那里 她只能自己做一会儿 她只能快乐 她只能够狂痛 她只能够狂痛 所有的男孩 都要不狂痛 我狂痛 你不狂痛 你不狂痛 他只能惹她 都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呢 我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魔术艺人 何来传奇 叶飞同志 过分地谦虚也是一种骄傲 我不管 我要重新认识你 我要知道我李荣 到底爱的是什么人 你想听 想 好 那我把我的一切 对 就告诉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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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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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刚才送小狗上学去了 你把李公送走了 是 不然商量过了 我先回部队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再请下去客房去 看你们俩这么恩爱 我都谢了你 霍兹哥 霍兹哥 我觉着你应该可以帮我找一嗓子 那个小姐 我先走了啊 慢点啊 好 霍兹 你歇会儿 我来吧 不用 歇会儿了 我来 来 来 那我帮你头 好 小飞说得也是哈 你说我现在是不是也该有个家了 这事你问我干啥 瞎子 我知道你心里有小飞 你也知道我心里有小云 可 可是 这季节这俩并不属于我们 但是你说 这 这日子还得过下去 我 我琢磨着 要是你不反对的话 这以后咱俩就一起生活 必定也 也不是外人 我 咱俩大帮过日的也 也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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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叶飞归队 请来报道 看你小子满面春风得意的样子 不用问就是有好事了 队长 我跟女后相爱了 她现在是我未婚妻 我们决定等战争结束了 可以结婚 好啊 郎才女貌烽火中的爱情 美灾壮灾 我代表一大队所有同仁 向你们表示祝贺 谢谢队长 不过高兴的事说完了 叶飞啊 总部有命令让你立刻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调查统计局报道 有任务要交给你 军统呢 他们找我干嘛 去了就知道了 好 好 好 是 来一个 来一个 我是军统三处的余翰 这次奉戴局长的命令 调你去完成一项任务 还比较坚决呢 我跟军统不是一个系统的 为什么要我去完成任务啊 你的情况我们非常清楚 这次之所以找你 那也是万不得已 万不得已 万不得已 对 张浩天这个人你知道吗 知道 这个人现在是上海治安会的会长 就是这条日本人的走狗 在上海滩无恶不作 我们的很多同志 都死在他和他手下的枪口之下 我们对他进行了多次暗杀 但由于他的势力实在太大了 而且为人阴险狡诈 所以每次刺杀都以失败告终 但问题是 你们军统都拿他没办法 那找我有什么用啊 我们当然不会派你去进行厮杀了 我们想让你帮我们找一个人 找一个人 谁啊 你的岳父 萧海胜 我岳父 他现在怎么样 虽然他在上海滩受到张浩天 和日本人的排挤 但毕竟树打根深 日本人拿他倒还没什么办法 我岳父是一个蒸蒸铁骨的汉子 你们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他 他一定会帮你们的 我们已经派人去找过了 但被他拒绝了 杀汉坚的事 他应该不会拒绝吧 有些情况你可能不太清楚 现在的萧海生 已经不是当年叱咤风云上海滩的 那个萧海生了 自从他的女儿去世 也离开上海以后 他整个人变得一直消沉 不问事实 邦中所有的事情 都交给了一个叫阿全的人去处理 虽然他还活着 但已经跟形势走肉没什么区别了 怎么会这样 所以 现在只有你 能够让他重新争夺起来 为国家 为民族处理 叶飞 你现在是他唯一可以幸运的人 而你作为一个党国的军人 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是你的职责所在 是 小飞 你可想好了 在上海看你可是家喻户晓 日本人恨不得生毒活剥了 你在这个时候抢回上海 那也太危险了 我知道 但是军统林下的命令了 作为军人 我必须服从命令 况且余翰说得对 作为民中华儿女 就应该承担重任 伤真杀敌 我不希望岳父活得像行尸走肉一样 在痛苦中了此一生 既然这样我陪你一起去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冒险 胡子哥 你在上海认识很多人 你去的话危险系数更高 小飞 那我跟你去吧 对 我跟匣子跟你去吧 也好有个照顾 袁叔 夏姐 你们俩没有经历过军事训练 这次任务很危险呢 要是你们俩去的话 不但不能照顾我 我还得分心照顾你们呢 叶飞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我跟你去吧 你 对 我上过战场 有过军事经验 对于上海滩来说 我是个生怜 不会引起敌人注意的 你不方便出面的场合 我可以替你出面 而且我们俩可以假冒夫妻身份 捡回上海滩 这样更方便工作 不行 我不能让你冒这么大的危险 没事的 军统上海站的工作人员 会协助我工作的 放心吧 他们不了解你 不可能很好地照顾你的 而且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 只身犯险 这我不放心 叶飞 你知道 我父母就是死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想报仇 也是因为报仇 我现在还背负着处分 我不想躲在后方 看着我的战友冲锋陷阵 这些人浴血杀敌 叶飞 只是一次机会 为了你 也是为了我 帮我争取这次戴罪立功 充分战场的机会 好吗 好 我试试 你提的要求 尚风已经批准了 同意征调李荣同志 跟你夫妻的身份 一起去上海完成这次任务 太好了 这里面是你们去上海 所需要的所有证件 街头地点 还有联络案号 证件收好 街头地点和联络案号 记清楚之后 要马上销毁 对了 这次去上海的情况 比较复杂 我希望平东方案 由我来制定 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希望上海战友同志 可以帮我一把 我们只看结果 不分过程 你可以放心地去看 谢谢 上海战友 遇见了 甚至嗯 原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